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学的时候和他一起坐校包 我坐在前面 我谈慕了他很久 Hello V1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阿Bing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就是要调一杯鸡尾酒给大家喝 非常专业 是我刚刚学的 第一步我就会加花雕 要加30cc的花雕 多一点不要紧 因为都是口味而已 然后就是很厉害的一步 就是倒下去 一滴都不会滴出来 那就是最好 接下来就会加两粒滑梅 落得很好 第三步我就会加20cc的梅酒 梅酒是我最喜欢的 刚刚好 这个V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如果让人知道你懂不懂跳走 就是这个V 好 接下来就是 檸檬汽水 20cc 很Pro 也是刚刚好的 只要高手倒出来的东西 就是刚刚好 之后就是 如果你想加强酸度 你自己要加柠檬汁 捏了一些核 不要紧 因为到最后 你会在这个渣子里 夹走核 所以是 没关系 跟那个滑梅一样 5cc的不同 最后就是20cc的梅酒 然后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我找它 最后就是装饰 哇 好漂亮啊 这杯呢 就是叫做 领脱你的头 是请大家喝的 乾杯 好喝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我会定义自己是六分 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合格的了 那 合格多一点 这样就六分了 未至于可以高攀到女神这个名字 怎会呢 小薯茄的名句 是亚冰洗一 亚冰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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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他们在镜头面前 这样给面我 他们私底下 都不会这样对我 所以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我觉得自己漂亮不漂亮 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很搞笑 就是我小时候 是觉得自己漂亮的 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也算漂亮啦 就是 但是当我进了行的时候 我就发现 自己不是真的漂亮 可能因为我看得多自己的作品 相片 什么都好 就是我用回第三者的人青 去看回自己 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女孩 都不是太漂亮 就是我会这样想 所以慢慢我就开始觉得 自己不漂亮 又不是不漂亮的 就是不是真的 自己觉得这么漂亮 以前 我家人都是把我赞大的 除了我爸爸 我爸爸就觉得 我们应该要受些挫折 那些 那些 我经常说我们 我忘记了他说我怎么 总之他一定要给我们一些挫败感 因为我依依那些 是很喜欢赞我们的 赞我和我妹妹 很漂亮 很乖 很高 嗯 怎样 当我出来之后 就会没有那么多人赞你 可能就是因为我这样 发现自己不漂亮 小时候 小时候 大家都赞你漂亮 对啊 很漂亮 立刻穿公主裙 都觉得自己是公主 小时候 大过了之后 真的出来做事就知道 嗯 他们说的才是真话 有机会 如果你说计我颈以上的部分 我没有一部分是满意的 我所有东西都不对称的 我的嘴不对称 我的鼻不对称 我的眼睛也不对称 耳朵也不对称 我们基本上全面型都不对称 迷幻了 阿兵 为什么大力拆自己的招牌 我知道了 我觉得比较满意的是 我的牙齿够大粒 我觉得大粒是比小粒好看 那有没有享受过美女应有的待遇 但我不知道是否因为美 还是因为我的演绎 哈哈哈 有一次 那时我批牌 就开车 那我在拍车的时候 拍一个角位 后面有辆车 大概是这样的角位 那我退车的时候 退一步 一声 我就心想 嗯 应该撞到后面的车 然后就看一看刀口镜 后面是一个叔叔 哈哈哈 很害怕 你知道吗 我真的没试过撞到人家 很怕要赔钱 她知道 它是一架货车 它是一个叔叔 我心想 哎呀 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下车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哈哈哈 对不起啊 我不小心而已 开始做这种 打气 然后叔叔就看到我 那么有诚意 或者我真的很有诚意地道歉 因为我也是真的 不好意思的 所以我就看到她的车牌 突然断了 我看一看 不知道要赔多少钱呢 我真的是害怕 第一次撞到人家的车 所以我就这样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然后她就 哎呀 算了妹 没什么 这些开工车来的 不用了 下次小心点 哦好好啊 谢谢 不然她走 不拍了 哈哈 我真的不好意思 那次不是完全演戏 只不过很害怕 所以想 呃 希望她也认识 认识 所以我才用这些态度 多谢你放过我 那次是我第一次 那么 那么大意 撞到人家的车 一直言霸华自己不漂亮的阿兵 心目中的女神 原来是好姐妹 麗英 我心目中的女神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追星的习惯 也没有一个我喜欢的偶像 如果要一个女神来说 但是 我觉得麗英是一个 我觉得她是一个 我心目中挺 女神的人 她对我来说是一个天使的女神 因为呢 在每一次拍摄或者什么情况之下 我都会对自己 其实我是一个对自己 挺没信心的人 无论是说话还是外表 我都偏向没信心 那麗英呢 只要她在 她就会把所有的时间拿来安慰你 她一有空 她就会 一见到我 她就会 BANG 然后就这样拍着你 有一次 有一次 彤彤就拍下了我们这个画面 我觉得好笑 我便躺在一张梳化上 然后麗英就坐在旁边 我完全是打平地躺在这张梳化上 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做不到 真的 你已经很聰明了 真的 她就是一个天使的存在 她不断地安慰你 所以如果女神来说 我会定义她 是 掌声啊 麻烦 阿兵说小薯茄的成员一直互相扶持 表面互疾互笑 背后就互相关心 好像一家人那样 不过说到和情人父的关系 阿兵说今天一定要澄清 很多那些访问都有写过 她是我中学同学 所以我再澄清一次 各位 我们不是中学同学来的 真的不是 我再澄清一次 我们的中学是分别在不同的中学长大的 她真正的中同兼贵物 是造星4的豪培 Edan 也是阿兵的小学同学 我的时候 和她一起坐下 我坐在前面 我谈慕了她很久 对比一般女星 阿兵比较贴地 拍拖节目 喜欢露营看星星 不过随着男友 最近做了老板 见面时间就少了 大家可以去试试吃 很好吃的蛋包饭 因为她的店铺 是跟她弟弟一起开的 然后她就是负责冲咖啡 她弟弟就负责煮食 她们整间店铺是没有full time 全部都是part time 所以她们是没有假放的 她们现在好一点 现在会放两天 放星期二三 但星期二三 其实我是要工作的 我有时候会放 我多数是星期六日 比较空闲的 工作不会安排 星期六日 但我们就会够不到时间 所以我们很久没有出街 我们有一次 有时我们会在星期二三的夜晚 吃到一顿饭 但已经不是可以出去玩的时间 所以很久没有出去玩 还好 但她开心过以前 因为她开心过以前上班 我就觉得你开心都可以了 人生中要找一个又漂亮又体调的女友 谈何容易啊 要珍惜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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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